AIT已经拥有了6.5公顷的土地 但还嫌不够 打算把旁边2.7公顷的校地拿来建设 在说明会当中 美国AIT的人却躲在后门不敢出来 那么现场的居民则是气翻了 而专家更忧心的是 AIT这回扩建的目的可能不单纯 是不是要让台湾成为美国下一个抗中情报站 现在美国AIT已经有6.5公顷 已经比中华民国总统府和行政院 加起来都还大 所以想要再一枪2.7公顷校地来扩建 附近居民炸国痛批 平常AIT对台湾人是这种态度 美国人说2.7公顷要拿来盖休闲中心仓储和停车场 网友嘲讽 6.5公顷还不够 这是皇帝公主要盖紫禁城吗 美国人盖仓库土地不够 难道就光明正大再抢2.7公顷 台湾国有地 我现在房子也很小 你能不能剥一块土地给我 那块地我们要自己使用 台湾休闲活动 我也要休闲活动 2.5公顷很多 将近40亿 比比大陆14亿人口和美国友邦交 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不过4公顷 但台湾只有2300万整海 美国没帮交 外管6.5公顷不够 还要再送2.7公顷 说明会上AIT高楼在上 一句不肯讲 竟然是外交部的人劝百姓账地 居然有一个选项 叫做万一政府要把这块地给美国人 这不是选项吧 您都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 请问你是为了中华民国国民的福利着想 还是为了外国人的福利着想 美国为何在大陆不需要这么大片地 专家怀疑香港通过国安法后 美国大使馆编制的一千拳要撤回 难道是打算把台湾当成抗中大本营 是不是因为香港不能成为 你在亚洲最大的情报中心了 你现在打算拿台北 当你在亚洲最大的情报站 那你在这里是要装设备吗 台湾要成为你美国在 对付中国大陆的最前线吗 外交部偏袒 AIT抢地 百姓不禁纳闷 若不是没有军事用途 干嘛狂讨地 若真有军事用途 蔡政府难道帮美国人欺瞒台湾百姓 记得希望陆续挂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